今天最后一套要介绍的新版 最初有马说有两集的时候 我都奇怪原来还有00集 所以我找到多少都找不到 为什么我找到第二集 因为有个00集前面 是00到01的 就是这个叫做 《不起眼泪主的的培育》 是不是是轻小说来的吗 也是轻小说 他有马马但他也有 我觉得反而像樱花装 樱花装的宗物 应该这么说 是一个樱花装的同人版 是他们的目标上 是一个樱花装的同人版 就算你樱花装里面 一个是国际级大画家 另外这边呢 同人画师 同人画师 一样都是画师 又是很有钱 又是外国混血的 yes 例如 那不同 在造型上有绝对的差异 我明白 这套故事就说我们的男主角 他就是一位非常之有 硬颈红 不是 他是一个很积极的御宅 你可以说 别人是一个专业博家 每日金山积极的偏文 不是 他很有他的限制 即是时限准值的 什么动画呢 就要是24小女时内搞定 还有出闻的 这样的 很有准值 阿伦也这个角色 其实暂时 我没有看00集 但我在第一集里面 他叫做什么呢 他是一个 某种意义上 他都是中二来的 不过他是一个 他对自己的 兴趣 或者是自己坚持的东西 他是有自己一套的基准 我觉得这些又不算是中二 中二是那种 你看完动画 是自己会投入那种角色 在现实生活反映出来的 那种才是中二 伦也这个角色 其实是典型 其实在网上很多博家 其实很多时候是说 他们的评论可能是好多 但是你叫他说 你这么聰明 你写个故事出来 然后就会不行了 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游戏玩家 都是有自己一套的讨论 但是你说 叫他写一个游戏出来 他怎么写呢 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你说是平常的 就算你说是正常人 你被人这样吹 神经病 我又不是这一行 我专业是评论 评论和创作是两回事 他们的性质很近 但是他们在制作过程 成品 他们要出产他们的成品 的过程是不同的 你不能说很近的 创作其实是玩创作 评论就玩评论 两个是有关系 但是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 没错 但是你说 伦也他希望成为 一个游戏的制作人 游戏老板 他突发其想 突然说 之前没有说 其实这句是对的 最初 那时候 另一位主角 商务美那位 跟他说 之前你说 你是想成为 一个游戏制作人 然后 是很搞笑的 到了 回忆回带 那时候 主角明明说 我是想成为 游戏公司的社长 但大家都知道 一般游戏公司的社长 是什么 他是不需要 我觉得这件事 不能一步登天 你要成为一个游戏公司的社长 你先 错了 你有七十万就行了 错了 游戏公司的社长 然后说 那我就要进你这间公司 做你专属华斯 然后说 即是 步下 现在 其实 阿伦友一直都向着他的目标准法 就是 现在 我跟泽川说 我现在想做个游戏 做吧 是 是一个完全 已经有一个老板的影子 在那里 怎样做 有几行字 三行 做吧 即是你做 你应该这么说 有些公司 我说 那几行字 就包含了我想要的东西 那你就要在这几行字 发指 不是我请你来做什么 他又没了工资 先 不要说请 他纯粹是连带关系 你要明白 他是向着游戏公司 社长这条路进化 如果游戏公司 社长这条路 游戏公司的社长 你最初是点人做事 点人做事 但又不想出钱 他说靠关系 你会帮我的 之前又答应了他 这些就是成功的生意人 成功的生意人在什么 没关系 我不是跟你说钱 你不是不帮我 应该说 他的心目中是 你们不是一个 暴下的概念 我们是一个 共同奋斗的同伴 不是 共同 你好像不是搭他一条船 那当然你说 在宅邨的 就已经成为一个 很出名的 十八的同龄画家 十八的同龄画家 然后另一位 就是 我反而不明白 为什么他这么抗拒 他反正都是做那一行 你留心一下 后面 后面会说到施语 他说施语 轻小船 作家 又是 两个都推了他 你后面见到两个 你觉得同一个 表情是 坦明是 我撑你个废 我撑你一整年 你都没叫我出手 你要我做就做 有马 故事是不同的 这件事 其实我们在第一集里面 不是零零 就是第一集里面 我们已经看到端来的 就是 当阿伦也的朋友 说 嘩 那女儿 你不是觉得她很有二次元的影子吗 阿扎穿好 然后她说 二次元和三次元的 你要混在一起 应该是分开的 还有就是在伦也第一集的故事里面 她看到一个很 哇 充满了 回眸一望 是充满了二次元的 海后的故事情节 但是她是享受过情节 而不是享受现实的那个女角 她发动了这个 什么 活动 所以 你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一个端例 就是 伦也得罪那扎穿 和施语的原因是什么 她们根本上 她说 你不是喜欢我 你错了 我是喜欢你有二次元的技能 一个有青梅竹马的属性 一个就是有天才新的属性 哇 对了 学而生活好美好 就是这样 很简单的说句 就是不当他们是人 卡拉塔角色 我知道 不是的 你看到阿倫有没有一个 对着女角 是没有一个所谓的 好像戀类的感觉 有 二次元的 不过只是 三次元是没有 她一直只是对那个情景 到了第一集 她发现就是 原来抓到帽 那位女角 就是她的一位同班同学 表情里面 她会觉得 啥? 但我觉得她是没有所谓的 因为她们只是向往的情节 她不需要那个女角 她会自动 键入另一个不存的角色 她就会感觉良好 这叫美化 Potoshop 我明白的 她可以抛开一切的 爱欲这些情感 去专心制造一部游戏 是好事的 好老实说 我不知道 现在出现的是有 原画 即是 劇本家 最重要的是 你做童韧机是什么 做Program 我现在是谁 我不知道 应该是之后出现的 理论上就是 那你现在再加上的 BGM 星优呢 BGM 所以我认为自己配合就可以了 挺难的 你BGM 然后就齐章 不是 还有宣传部 很麻烦的 我不知道 阿倫也究竟有些 在Program 或者在这个程式 或者在这个 后期的音乐制作 有没有什么特殊技能 如果没有的话 老实说 她真的向着一个 游戏公司社长出发 我觉得她的技能 就是她有很多 玩这些游戏的经验 写完这些游戏 她玩过一次 觉得游戏可以不可以 我明白 她是社长 错 她是TESTA 不特 她是QA 即是随从 她是QA 她是确保 就是游戏的成品品质 是要有她 作为一个知名博客的 专业角度 看上去 她觉得这款游戏可以 她就会出街 其实她可以不用出场 她做完再出来 她之前不用管她的东西 我不知道 她现在在求人 你帮我写吧 但是怎么写我不管你 你自己搞定她 你也看到那几句 明显是很自嗨的 即是一个大纲都说不上的 那几句 纯粹是一个情节的桥 然后叫人去做游戏 这些我不知道 有些人觉得 香港人做游戏 那些就是这样的 或者是 你经常见到那些老闆 就像这样写一句 然后就说 做吧 你不是不明白 不是空有的概念 但是如何进一步去写 或者如何实行 或者是她 至少第一集里面 她没有一个 能力 可以表现她的那条 是被两位女角 都是踩到一民不值 因为她不是那个范畴 她表达了这个概念 当然是被专家 拨到一栋都没有 我觉得这件事很合理 其实我觉得这部动画的题目 好像暂时对不上 哦 那看看她是不是培育 她那个同班同学 打造她 怎样培育一个同班同学 不是 当你看到庄团 你会发觉 跟我心目中差那么远 不行 不是很理想 等她将它塑造为 心目中的 符合 对 这个游戏是一个浴城的游戏 我现实中也要有一个浴城的游戏 3D游戏也要有一个浴城的游戏 那3D游戏也要有一个浴城的游戏 好老实说就是这本小说本身的作者 都是一个游戏编剧来的 游戏编剧来的 那他 游戏编剧就卖在那里写小说了 回去你的专业 不是 现在很通贩的嘛 使用了一部游戏 下车的小说版 没什么的 其实一开始我看这一套东西的时候 我看到的就是 OP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心奇没人 然后 那些画应该会很漂亮 最起碼就是 这一套东西 故事不行 都起码 有些话题 但是我再看Wiki 原来是原画而已 算好了 你看上个月神话室 有些未来 都是心奇没人的 那一套东西 我妈妈也行的 这套东西算有 这些画算是正常的 你放心 更崩的还有 崩的一向都 我都说这个世界是 下限 低处未算低 下限是拿来超越的 極限是拿来绝望的 挑战不了 挑战不了 因为極限是不能挑战的 但下限是可以挑战的 那这一套我们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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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